看我有当心的女生的潜力 我和乐嘉当中 你更比较讨厌哪一个 你的表情太伤害人了 他这个东西怎么不感兴趣 你不仅耿直 说说了的话句句都是真理啊 怎么会是我带她 最温暖的地方 祝福你 打大你的幸福 我觉得每个男嘉宾 走上来都不容易 其实剩下的也没有多少 不高音乐手机《非诚勿扰》 即将播出 精彩节目 敬请关注 《非诚勿扰》 欢迎来到 焦素卫视随心而乐 步步高音乐手机《非诚勿扰》 有请主持人孟非 谢谢 欢迎收看 步步高音乐手机《非诚勿扰》 大家好 我是孟非 谢谢你们的热情 前两天我碰到一个朋友 很久没有见到的一个朋友 他找到我 一定要带个话给我 说他的一个朋友 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驻武汉某部的一个指导员 他们连队 他们的连长指导员 全连的官兵 每次我们播《非诚勿扰》 他们都在一块收看 几乎每期都看 非常喜欢我们节目 在这里我想希望这个指导员 和他的全连的官兵 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希望能够听到我今天说的话 也有别的朋友跟我说 部队有很多的战士官兵 都在看我们的节目 非常喜欢《非诚勿扰》 在这里我代表我们栏目组 向全国的解放军指战员 对我们节目的关心支持 表示感谢 也希望如果我们的广大解放军指战员 他们如果有婚姻恋爱方面的需要 在符合我军队管理的条例的前提下 我们《非诚勿扰》的舞台 向他们敞开 乐嘉老师你有部队的朋友吗 我是这样的 我以前是很不喜欢开车 每次从南京回上海 但是我现在比较享受这个过程 我最享受开的这个时间的路段 是进到上海了以后 他现在那个世博会啊 有很多关卡 我的车只要开到那个猴子 这个人只要一看到我 首先就把我当成坏人 光头们不像猴子 再一看 跨进你 后来我才发现是说 在世博会那么紧张的 宝贝世博的前提下 全体官兵他们最大的娱乐 就是说一起每天来看《非诚勿扰》 和翻来覆去地来进行讨论 好的 在这里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向那些 在执行着保卫世博会任务的 武警官兵和全体的警察同志们 致以我们的敬意 感谢你们 有请今晚 二十四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二十四位漂亮的女孩 欢迎你们 请亮灯 先来了解我们的节目规则 每轮二十四位女生 通过爱之初体验 爱之赛判断 爱之中觉显三观 来了解同一位男生 在此期间 女生亮灯表示愿意继续 灭灯表示不愿意 如果场上只有一位女生亮灯 那么主持人将询问男生意见 同意则速配成功 如果场上所有女生都灭灯 此男生必须离场 三观之后 仍有多位女生亮灯 则全力逆转 男生将有机会 主动挑选自己心仪的女生 下面我要说的话 非常的重要 我们栏目组 为男嘉宾准备的鼓励 是在 如果在第一轮 有二十二盏灯亮着 并且最终 这位男嘉宾 能够和女生牵手成功的话 我们将送出 由一粒果汁优酸乳 提供的夏威夷 水果甜蜜之旅大奖 女生全力结束的时候 男生可以根据场上亮灯的情况 获得由一粒果汁优酸乳 提供的约会基金 一盏灯一百元 所以全场的男生女生们 一起加油 有请今晚 一号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吴卫 老师重庆 在这里我真心地希望大家 大同居系 吃火锅 看夜景 谢谢大家 欢迎你吴卫 我印象当中 来自重庆的男嘉宾 好像牵手成功的 好像没有 基本上都是惨败 你能创造一个奇迹吗 欢迎从事演员 增光吧 看看台上24个女生 你最喜欢哪一位 先看 你也看到了在这之前 你的重庆老乡们 男生好像最后的结果 都不是特别的理想 你有把握请出这个女孩吗 好 台上的24个女生 对今天第一个出场的男嘉宾 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大家 我们也要谢谢百合网 这位今天的一号男嘉宾 是百合网向我们推荐的 谢谢 先看他的基本自然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吴魏 今年27岁 来自美帝三城重庆 重庆人 出达一部分的帕尔柔 还有像我一样的 纯业们 杨光辣 我负责工作是 城市房屋拆迁 我的工作一点就是 忙忙碌碌 但是能够为我城市建设 做贡献 我就真的很真的很不错 非常非常的有成就感 我最喜欢 一下班回家就朝着天空发呆 一发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想想今天的事情 我经过的人 看看有什么 自己住得不对的地方 好总结 第二天好重庆再来 还有就是因为我自己 这个工作原因吧 朝九晚五 我生活圈子比较窄 所以导致我现在27了 都嫁不出去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一个来自重庆的 比较麻辣的 比较阳光的 比较耿直的 重庆男孩 谢谢大家 你刚才说了 他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 他说到他很耿直 你能不能用最短的方式 表现一下你 你到底有多耿直 我来测试一下吧 你告诉我们台上 24个女孩 最难看的是哪一位 来测试一下 你的耿直程度 你还真看哪 跟你开个玩笑的 算了 不 还是 我是想说 我是我自己 自己推成 不要不要不要说 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有很多观众 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喜欢我跟乐佳 也有当然也有不喜欢的 对吧 问你 我和乐佳当中 你更比较讨厌哪一个 这个可以了 你一定要回答 不 这个是必须回答的 必须回答 做实要的啊 你不要绕 你就直接说那个人名字 否则我们觉得 你说你耿直 这是编的 你就说比较讨厌谁 孟非还是乐佳 飞哥 我可以证明 你不禁耿直 说说了的话 句句都是真理啊 你知道 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嗨吗 我也估摸着 这话问出来了之后 他说我的可能性 百分之九十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看到 在这个台上 我是比较善良的那种 逆来顺受 女嘉宾有的时候 也会说两句 对我 说类似的话 我从来没有 这个打击抱负过 但是如果同样的话 说的乐佳设想后果 不堪设想 知道吗 所以他要选择 一定要得罪一个人 他选择得罪那个 特别善良的 来说他说 我理想女生是怎么样 我喜欢的女生 就是 小二 乖小董事 能够理解我的 我也想找一个女人 有心意心意的女生 管制我 因为我这一辈子 我二十七岁 能够管制我的女生 就是我母亲 如果你要问我 为什么 我只能回家里 她是我妈 就这么简单 但是问题是现在 我已经二十七岁了 也想 怎么说 可能是年龄 真大的原因吧 想安定下来 所以我先找一个 能够管制我的女孩 过一辈子 那儿 我老师